2元加6元,即是27元加12元 沒便宜到 只不過在迷上上,就真的很像糞便 我不敢認識他的樣子 有些東西忘記了 是想跟壽司狼說的 是,你是不是要道歉? 不,為什麼要道歉? 有什麼需要道歉?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喂,又到了壽司狼的時候 我們就來了Moco新世紀 有些特殊的情況出現了 我們由360多號等到532號 但是在途中在400多,即是我們還差100個位的時候 原來會突然之間說有沒有意外 兩位正式入口 原來是打尖的 即是說如果你叫了一個比較後的途數 原來你只要留守在現場 你是有機會可以先入座 革命成功 很意外,很意外 你想介紹什麼? 先介紹小影 這次就是小影,再過來陪我拍上司狼 上一次已經是上鏈了 是嗎? 是呀 你不要嚇我,你的眼神 早上10點叫時 對呀,你叫的 我當不了 誰都知道我不會叫10點多出來 因為太早了,10點半 這次就是三罐制 再加上鹽損食材制 即是有很多的Promotion品 都是3個3個推出來的 加上鹽損食材制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次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魚 有某幾種,我覺得也挺有創意的 我覺得它的名字創意了 對呀,創意部好像真的有想法 這個是 它的頭炮 南旗吞拿魚三味 大吞拿魚南 吞拿魚 蔥花吞拿魚 肉 這樣就適合了 因為是,嘩,你的視力很好 我甚至看不到那裡有字 我平常很喜歡吃吞拿魚的 任何吞拿魚 吞拿魚就不開剩你的飯了 這個就交給我了 那我很快就先清掉這個 因為其實這個很明顯不會有驚喜 你試一下吧 正常發揮 沒有什麼特別 只能夠說最差的那隻南旗 吃下去都不會很刺紙膠 即是它不會很乾身的 大吞拿魚 這個應該很多油脂 入口即溶那些 說完 它完全說完 還有一個好消息 它這次沒有筋 噢,會有筋嗎? 會的 我常常都會用這東西來測試一下自己的好不均 沒有筋的吞拿魚 那天就是好均 蔥花吞拿魚蓉 我以往一集都說了 最差的吞拿魚通常就用來做魚蓉 噢 之後就會很好吃 真的? 如何? 因為它做了魚蓉 所以其實它入口即溶的地步 比大吞拿魚更厲害 噢 就是它比起剛才的大拖 是更加溶的 更加溶的 看看你想吃什麼 如果你喜歡吃油脂 那當然是 但吞拿魚更香 因為這個吞拿魚溶 就是不會有油脂 但有好溶的質感 還有我們只要包圓 我怕再聽到它會變腥 不,它不只會變腥 它會變黃 比海亭 先說完 就是剛才那個吞拿魚 39元3塊 我推不推薦呢 我是會買這個 去叫自己想吃的吞拿魚 例如這個蔥花吞拿魚均拿 其實12元有兩塊 即是只有6元 27元加6 剛才我多少錢 12元加6 即是27加12 沒有便宜 沒有便宜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39元是沒有分別 沒有死罪人的 它純粹是組合了 有沒有需要特地去叫這三罐呢 我自己不大興趣 但你說不會不好吃 我覺得怎樣都死不去 怎樣 鮑魚就是壞了 OK OK 小李說鮑魚就是黃 很噁心 要不要擠一擠檸檬汁 你擠吧 我剛才來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它有點伏 因為它來的時候 我模擬一下它在我面前 有怎樣經過 在一批過程 對啊 但剛才拍到它的圖片 它是很美 很挺身的 活鮑魚刺身 即是活的 想不想配菜吃嗎 嘩 原來都這麼大塊 原來要配菜吃嗎 嗯 很美味 但是是OK的 不錯的 我想說它底部有鮑魚河 對啊 那這些菜是吃還是不吃的 不吃的話 我猜吃一點點 我覺得是鮮甜的 有鮮味 嗯 還有我覺得厚禁不錯 1 2 3 4 4 片 好像 這裡有4片 咬下去爽口 好像是完全不可以的 沒有被它賣相 騙了 還有它的胃 對了 胃好不好吃 你試一下 你試過嗎 我沒吃過生的 我吃過熟的 我很害怕 但它說鮑魚的內臟是不能吃的 它說會有光致敏毒素 不能吃 但它應該不會放出來 如果真的不能吃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這個 是否可以吃的 乾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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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你要試一下 你不試嗎 你先試一下 你先試一下 它的樣子很… 我不敢吃 它的樣子 因為它的樣子很有雞子感覺 它的質感很雞子 我來 充滿乾味 滿滿的乾味 生歐歐的乾味 你可以試一下 請 你是不是想不到這次過來吃 要吃這個 是呀 我也想不到 嘩 可以喝綠茶 滿滿的乾味 生歐的乾味 是嗎 我吃乾的 OK 所以我OK這股乾味 我也還可以 我想像中它的味是沒有味 或者是不… 但是它的乾味很重 它的乾味是比鮑魚的味 大概20-30倍左右 我想我現在吃到口腔都是乾 沒錯 我覺得58元一碟來算 我是不推薦的 雖然鮑魚真的不錯 真的蠻好吃 你叫到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我60元 叫了一碟東西過來 即是58元 叫了一碟東西過來 有兩個乾在我 我吃不吃好呢 你將會面臨這個… 我覺得它就是… 它就是… 你… 雙體 你看到一個女生 其貌不讓 不美女 跟照片不同 但是呢 原來吃下去 它的性格也不錯 而且它有些內涵 那就是不去馬 說完 這個有趣的東西 留一段時間說 吃完這個一定死不去的 它叫做 香港壽司龍人氣三味 人氣三味 法人立杯 赤蝦 和三文魚 沒錯 我想那三塊 在我想像中 大塊 平時三文魚是這麼小的 不知道這個尺寸是否特意的呢 這個尺寸 其實這個完全沒有什麼 食品好比 我想問你平時怎麼分食 什麼叫分食 我吃了你就沒得吃 是啊 你平時跟嘉賓也是這樣 是啊 是啊 如果不是很長 那條片 OK 其實這個食品將會超快大 我覺得 因為這三樣東西是平時吃開的 可以大舊一點 現在小舊一點 我先說一下我 好啊 沒有帶子味 這麼嚴重啊 完全沒有帶子味 有點失望 有點意外 它雖然很大顆 但它的鮮味是要靠醋飯才滲出 但是它完全沒有什麼味道 照舊 指引也是 39元就這三塊 最貴應該是帶子 但誰知道它大而無當 太大而無當 所以39元去買這三塊 就不推薦了 我不推薦了 我不推薦了 喜歡吃那樣東西 乖乖地叫那樣東西 算能 素吧 蝦好吃 蝦好吃 有趣的地方就來了 因為剛剛就說 這個壽司狼 人氣三味 現在說沒有人氣 它的名字直接就是 香港壽司狼 沒有人氣三味 這次創意部做得不錯 它又不是開玩笑 你一看它的樣子 你已經知道為什麼它沒有人氣 有這個小雞 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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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醋 青魚 這個皮應該不是你的東西 不是 我搞不定 我吃魚看 不可以看著魚皮去吃 我吃魚 我都不太搞得到 不過我去試一下 辛苦了 小雞 哈哈 先試一個辣皮 你有紫蘇葉 對呀 我想介紹一下 這塊壽司 很快又會變成紫蘇葉壽司 每次都一定要我吃一吃 我不是熊貓 熊貓是吃竹 竹葉 不是這樣說 比喻 這條魚是什麼 什麼感覺 我本身比較喜歡吃青魚 平時很流行 日本的串燒店 是燒青魚 是青魚的味道 不過它是鹹的 嗯 比較鹹的 肉就沒有那麼柴 平時煎的那些 肉可以一絲絲拉出來 嗯 它比較一塊 好吃 總括來說 這個好東西 OK OK 沒有人氣就不代表不好吃 小雞 雞肉的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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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雞 還可以 雞肉的雞 我一直在想雞 雞肉的雞 小櫻 小櫻 我可以吃完 我覺得它有趣的是 裡面的肉跟皮 合起來是好吃的 好冷靜 因為皮咬下去 是有一種魚香 魚油香的味道 哦 然後肉跟剛才鮮魚的味道都很像 OK 不行 我也是外貌協會 我看不到 那你這樣看 我已經知道了真相 不要 你吃完它 如果你覺得OK的話 但你猜不到它的魚油那麼好吃 哦 它的皮其實很香 你幻想三文魚 皮煎出來的油香 壽司狼沫有人氣三味小英 你推不推薦呢 17元 一碟 三塊 你喜歡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我自己的八爪魚 一般輸出 八爪魚不太難吃 都是紫蘇葉味 但結果都是成為了紫蘇葉的味道 我想說 其實它有一點字在旁邊 它說它沒有人氣 但是被低鼓 OK 我這些我不會相信 看它的樣子 已經知道為什麼它沒有人氣 我覺得它的味道很有趣 是 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麼嗎 它雖然剛才我們吃的那個 就是壽司狼 沒有人氣三味 但是它也不夠這個便宜 各式各樣烏冊三味 它只是12元買三塊 再便宜一點 4元 4元 比真鮮 你先選吧 對於我來說三塊都一樣 我也覺得是的 對於我來說三塊都不會有什麼分別 它說這個是魷魚 對 你的必殺技就是直接拿來看 它是魷魚 真烏冊和醬漬蟲烏冊 其實真烏冊 OK 真烏冊 很想知道有多真 它的飯也有醬 哇 又散夠了 拿回碟過來拿一弄 砌Lego 芝士 好 好吃 那個皮 哦 三角形 我只能夠說 我們吃到4元一塊的味道 就是它對得住4元一塊 糧米之蒜 糧米之蒜 很大吃 對 但快期好吃 我會推薦剛才那兩塊魚 那些 哦 我覺得這個真烏冊 是不知為何嘗到有少許老火湯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厲害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剩下 這個普通的魷魚 那魷魚 那魷魚我相信都沒有什麼食評可言 十二元三塊這個 不買呢 我不推薦 南美之蒜 魚蝦蟹軍藍三味 是的 它裡面又是有吞泥魚蓉 有蟹子 青瓜軍藍 也有蝦 它是什麼蝦 甜蝦 甜蝦軍藍 但是我想說 它重複了 但是這個沒有了蔥 沒有了蔥 但是它寫明有蔥 又是這樣 它沒有試過不給漏蔥 他們很喜歡給漏蔥 不知道嗎 被它氣死 每次都是這樣 這個都沒有食評可言 我覺得這個是我最不推薦的 為什麼它那個蝦這麼不新鮮 剛才那個大的蝦很好吃 然後這個小的蝦很不好吃 那是厚味的 有點厚味 有些我不喜歡這個味 這個十七元一碟魚蝦 蟹軍藍三味 不推薦 我發覺它的創意 其實是沒有的 這些壽司是沒有的 但是名字是想起創意 即是配達想起創意 但是美國是品嘗不到任何創意 因為這次它放出來的小卡 它沒有放熱食出來 但是它這次的熱食是 小魚肝叉燒拉麵 好像以前吃過 沒什麼特別 即是一口就吃了人家 整條村 因為那些小魚肝 很殘忍 所以這次就說 積一下功德 算了,不叫 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個 紅楚蟹蟹腳 我想我看Moto的時候 我現在很期待 這些蟹膏就是這樣 那樣的 你要拍一下它出水嗎 嘩 真的有點瘋 那些水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蟹膏都由一點變成一坨 在份量上 其實你應該多謝它 我們賺了它 對,我們賺了它 只不過賣相上面 就真的好像糞便 不怕 不怕 我吃開了 隨便吧 再加上蟹膏應該沒什麼死 嗯 OK啊 OK啊 這個是 我今天吃得最開心的一口 其實它算不算是一個很juicy的蟹腳 我覺得不算是 但是 但是海水味也算是這樣 我說這些是海水來的 所以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都鹹鹹地 我已經可以總括今天所有的東西了 吃完今天的壽司狼之後 我就 沒有上次這麼開心 是嗎 我覺得我上次來吃很開心 有一半都好吃 這次有一半都是商品 和實物 reality 和Instagram的分別 我反而覺得這一格最好吃 整格 整格 我會選這一格 鮑魚再加上蟹腳 沒錯 因為鮑魚雖然其貌不一樣 但是它好吃 想不到乾是不錯的 你喜歡吃乾它就會不錯 只能夠說 有些人不喜歡吃乾的味道 就會不喜歡那個乾的味道 那你就會放置 因為你叫了過來有兩塊乾 如果你不吃乾的話 但是如果你喜歡吃乾的話 你會很喜歡吃 因為很乾 我想說 限量的 原來每天每店限量是30份 即是說這間店 現在就快要收了 我們到現在還在 即是很少人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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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腳呢 二十二塊兩塊 我覺得是值得的 又未去到值得 你不會覺得很生氣 我不會後悔 對 心理會平衡 總括來說 這個四月的壽司餅 我暫時是認為不太推薦的 即是如果你想吃這個期間限定 就吃鮑魚 其他東西平時都健康 不會故意餵它過來吃 期待它最好吃的東西 就是它今次的心態園 又沒有在圖片裡看到這麼流心 請吃 因為它的圖片 你是心態園就會很喜歡心態園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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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自己 是不是發生了這種事 我聽不清楚 我說你是很喜歡心態園 就沒有死的 哦 做心態園的話 它有兩種做法 一個做法就是 它裡面是焗不熟 即是沒有熟透 所以就會流心 有些就會真的加了巧克力 我這個是非常推薦 一人點一點的 是啊 我很喜歡這個 其實很好吃 雖然應該也有回到差不多帳戶 看了一點點 就知道是甜品狼 當然 二十二塊一塊 很划算 我想說 你切到底 它融的情況 比較多了 因為剛才我切的位置 不是它最融的位置 我也是 月中間部分 就開始有些東西流出來了 但是因為你放久了 放久了 因為你放著 像牛扒一樣 你放著它 它就會更熟 它就會更熟 它現在開始拍攝 煮東西吃的東西 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厲害 很厲害了 當然了 本身就不厲害 哈哈哈哈 跟你剛才跟我說的 好像不一樣 最近她的IG十分興奮 是啊 她拍了一條煮東西吃的影片 過了一百萬 你現在改歌詞啊 怎麼改啊 這首歌 蘑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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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有這個烤午餐肉 肉籽燒雙尾 我想說如果你真的出 是比你今次出的三罐 我覺得是 今期到這裡了 總括來說4月不太推薦 希望5月再見的時候 有一點新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 Hamasuzzi我有興趣的 他今次出的全肉製 我覺得挺有創意 我們應該把今天的配合給了Hamasuzzi 當然再想拍不拍Hamasuzzi 做什麼 這個星期怎麼都會有一條片 如果喜歡看這個系列 就記得看我其他系列 就不只是看壽司狼 因為其他 做什麼 因為一條頻道 不可以只有一個系列有人看 其他系列都需要你們支持一下 整個頻道才可以健康發展 你是不是在追求我 因為有點遲 OH MY GOD 是這個 多謝一直以來支持我的會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繼續拍片的話 也可以加會員 就當一個月請我吃半餐飯 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追蹤我 我是BabyShadow 真的太多次追蹤 沒有啦 我們上次拍的那條 出現了少少嚴重的意外 應該有很多人在說 有很多人在說 有很多人DM我 說我是 不是不小心 你應該一邊偶爾我拍片 我這次是錯路開的啦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窮啊?買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在課程都沒有專門教 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剪片經驗 全部組成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課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我 你也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Youtube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